大家好,9月3日在沙田星期六有草集 今季季内的第一次草集 和大家看看这六组试集是怎样,全部都是一千米直路的集 第一组集的时间是58秒31算是正常编快,最高分92分的幸运有你 9月3日今季第一组的直路一千米的大集 准备 随着这部 好,开集的时候 添落叶是小小慢,一年风雨是小小慢 被动点还是平海掌声 前面快的马,藏元及帝,智力同心 第三位还有你知我性,最后是巴薩罗牙 第五位呢,这只奇艺先锋给上进之星和蓝衣的幸运有你赶过了 被动点,后面 蓝衣,粉红咒还有好好心得 再后面是添落叶,行运旅程 大约是尾四外难的 尾三水战龟,尾以平海掌声暂时包美是一年风月来的 好了,跑了一段 前面占先,藏元及帝 里面是巴薩罗牙 智力同心,第三百避梁 里面幸运有你 中档第五里知我性 再后面第六位呢,还有上进之星 左后面,奇艺先锋,添落叶,外难,幸运旅程 里面好好心得 厚一点的马,水战龟,平海掌声 包美是一年风月 接近终点,幸运有你 赢出今季,第一组的直路草地集 第二是巴薩罗牙,第三是藏元及帝 草地集都冲了上去,好好心得 黄武,还有你知我性 后面,奇艺先锋 再后面的马,还有添落叶走进去都有一些走势 后面的马,上进之星,水战龟 再后面才见到幸运旅程,一年风月 和一只平海掌声 至于那只智力同心,退在后面 这组集,时间算是OK的,幸运有你 始终这只马是92分,但上季见到他 他真是一只,好像从后有评分优势的马 上季赢场二班的时候,就问了一句 哇,留后可以的 听回来就说,是呀,初出那两场 不知头三场,因为有首两场排档关系 所以放头 上季就 排了一档,没理由不放头 但其实说留着来跑更好,这副集 算了9.25,明显进步了很多 869分水净 放头 跟回来,力水好过上年很多 9分水净,但这个平分81分 尴尬一点,可能要等转了4岁之后好一点 再完及底,回来要骑 对着高分码 第一,第二,好像在外南好像好一点 暂时 看这货集来说 但要骑,8.75,快时间都可以 你知我剩8.75,评分没有优势,73分码 轻松回来的,他轻松过上进之星 但他草地挺好码 但这个评分没有优势 8.75跑谷草1千米 千年真的不到 好心得 管草地泥地没问题 他初次赢泥地时43倍 之前我在专栏也写过,我说这个泥地很好 转了马房之后 这货集试得非常好 8.75,给不到9分水净 如势很好,但是8.75 其实是先锋 捉到十一十,反倒来7那1分 评分 勉强 这个评分好像也不是很特别有利 又是8.75,有基本水准但难赢 上进之星,我觉得他跑泥地比草地好 泥地好像是有把握过草地 这个评分也是浪的 试下去不算很强 8.75,不是8.5 幸运旅程 因为时间快,而且他在外揽地追上去 好像挺好的 看到步速快,然后在外揽地追 但又是未去到9分水净 希望他减了1分落斑,跑谷草12米 填草都可以 泥地也没问题,是小小 8.75 自力同心,早段好 回来散,8.5 添落意,我比这评集,我觉得他很含速地跑得不错 8.75 虽然他名次比较厚一点 但他上季试集都是这样的,留住来爆一段 挺好走势的,这只码留意64分 有水位 水箭龟在后面 一连峰月也是,平均上升也是,三只码不给平分 觉得三只码都可以再好一点 好了,看完第一组集,看看第2组 第2组集,最高分是89分 包装长盛 排在一档,时间59秒27,正常 继续这集来到第2组,1千米的直路集 等一只二档的神速奔驰 好了,搞定了,随自己步 好,开集的时候,退在后面的马,就是一只前锋 再被动一点,还有一个胜利之王 还有一个包装必胜 神速奔驰,南晚招大概是尾三 跑了一段 危多福攻顶勇翠 省省君子包装必胜 当多福,疾风名区 马南中间大灯电 王三常常有余 大白鼻梁那只后面 胜利之王 尾三道勇翠 尾二包装必胜 暂时电厚 是那一批前锋 好了,跑了一段路程 危多福放头 第2位的马,攻顶 蓝帽,里面还有一只谦谦君子 第4,当多福 外南第5,还有勇翠 白鼻梏包装必胜 跟着后面 紫色衫白鼻梁 胜利之王 里面常常有余 南晚招 还有一只神速奔驰 紫色衫 背四 马南后面 疾风名区有一队 里面包装必胜 前锋追点 退了内包尾 就是大灯电 接近中点 常常有余 赢出大闸 后面的队很近 迈边还有包装 长盛走上去 攻顶跟着 里面还有这只 当多福 最后多层 白衫 南晚招 是神速奔驰 前锋都追了很多 危多福也在前面 后点 有胜利之王 疾风名区 包装必胜 外南位置 勇翠 再后面是大灯电 以及这只浅蓝衫的 牵牵君子 这组杂 跟刚才那组 是差不多 快了0.2秒 但是 没断是 1秒多 所以 没断 要骑的马 真的要小心点 上上有余 始终这只马 上季都会赢了两场 一只未见的马 留着点来跑 这个平均虽然有点 盐浪 但这些货杂是 试得很轻松 9分水净 当多福 其实这只马长期有状态 平均虽然有优势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能够跑出水准 我先给8.75 拖脚的马 弓顶9分水净 第一季的时候赢完马之后 有人说不是短筒马 然后我说 是吗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他不太好 但总之他跑1000-1200米 看泥地会不会好一点 血统上说泥地会好一点 回来轻松 又是9分水净 包装长性 你明显高分 健康正常的话 他基本上是一只 明显大超斑马 货杂用斑德丽 在后面 跟着一只纯上有余 他比较轻松 应该他明显高分 9分水净 但这些马 拖脚算数 头柱上 魏多福 放到回来 其实部速不算快 但拉斯回来 都勉强顶到 顶到尾 但是 散散的 好像明显没有去年那么好 64分也很尴尬 78.75 包装长性 很轻松 之前暑假 进去看过那只马 明显 应该今年还有卖赢 74分 1200 我觉得这货 比8.75 给不到9分水净 原因是因为 预势 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 神速奔驰 在里面 比我预期差 坦白说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 前的名刺 所以 因为这个名刺关系 走势OK 8.75 圣尼之王 没什么留意到他 再看一次 圣尼之王在哪 在这里 跟马林 跟着危多福 转头看看他怎样 转头再说 勇出一外难 要骑8.5 慢时间 看到圣尼之王 和疾风名区在后面 疾风名区也要松 但是圣尼之王是斗住 不让他走 前面也没有老好走 我都照给8.5 和疾风名区的8.5 前锋 在外难捐入内难 捐走 很肯走 57分是好处的 1000千2 死路程马 希望他能够再赢 马上回3班 有点危多福 4班好些 3班就最多差位置 8.75 但是 这只大灯电 在后面没有试 这只大长度马来的 1600打上马来的 来地会OK的 但一只很小的马 跑直路 当然是蝕跌磅位 而且他不是这个路程马来的 不给评分 謙謙君子 不给评分 原因一个 因为买回来的时候 一说明这只马 三班有卖赢 但是 不可以望空 一定要留住来跑 这货集 当我没有跑过 他回来都散了 他一定要留住来跑 让他放松来跑 遲些 给他一些时间 好了 看完第2组 看看第3组 第3组集 最高分是72分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58秒76时间 比刚才那组 慢过第1组 0.45秒 好了 继续试集 来到第3组 1千米的直路集 准备 好了 开集的时候 稍微被动点 列宫 还有一只白臂梁 布大威猛 前面快的马 全龙区 云行进起 三生好运 彩虹之光 幽达星入面 齐天大圣 白臂梁 这个布大威猛 拍着那只 叫金白灵 后面的马 有自力更生 四季起 飞轮转王 尾尔 红黑直衣衫 暂时电后 是那只 列宫 好了 跑了一段 搶在前面 有了外难位置 是那只 云行进起 全龙区 南三第2位 里面第3 还有齐天大圣 最入是 智力更生 第5位 大面孤子 三生好运 外难 白臂梁 布大威猛 南眼罩 四季起 在后有彩虹之光 金白灵 飞轮转王 尾位置 是优达星 南眼罩 在里面 包尾 是那只 列宫 最后 百多米 全龙区 透出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赢出这个大闸 齐天大圣 中间里面 是那只 自力更生 彩虹之光 有没有机会第4 里面追上飞轮转王 外难卫截 三生好运 马嵐中间 云行进起 红眼罩 走上了一点 金白 这只 金白灵 布大威猛 南白直颤衫 四季起过中点 之后退 优达星 也是保持位置 都很早收了 红一直颤衫 是那只 列宫 我想列宫 不用给予评分 稍后再说 全龙区 这只是爱尔兰马 来到香港之后 都没得过 但是跑直路赛 特别好 在当地 两岁和三岁 在New Markiet 和Newbury 都赢马 可能直路特别好 来香港跑了两季都不行 两季都是跑第九名 和第十二名 但这副集 进步了 8.7 9分水晉 9分水晉 这个评分应该可以反弹 应该 齐天大星 明显是进步了 但是 外国的形状 我告诉我 这个评分是有点紧的 其实他在Ruka 但好像是一个失地马 但这副集 试得不太差 但是可以更加好 所以给8.75 智力更生 72分上季 赢得很出色 再出就不行 可能会否省了内蓝 还是加分 加得太多 9分就受不了 他是一只 6.5分以下的马 72分 我怕有点浪浪的 这副集要松住松住走 可能外蓝特别好 但是松住松住走时 部速不算特别快 我给8.75 反而草虹之光 看到现在在传龙区后面 是长途马 摇了几下才能撞着 雨势很好 8.75 三星好运 全程松住 让他走 好像状态没有上季那么好 这只马 以前是否都追断 但现在的马 好像有点滑滑的 8.5 运行进气 回来散 8.5 飞梁转王 我想我要给9分 最准原因 转马房 第一 第二 中距离买 跑了1000米 在内南 可以这样捐上来 几步都可以弹掉 当然在外国的范围不算强 但在四班店都有卖赢 跑粗老碟 三级赛 赢了多巴先生 赢了9的Cucaracha 那场濕地 但是 之前都是赢了SUNCHINE COAST 那些 柱里马赛 一直都没赢过 跑了12场 就赢了两场 所以 看看今季是否真的在转马房进步了 这货集是明显地很进步 9分最准 布达威晚要骑 RICH ENOUGH的仔 这些板明是那些 早熟短途种 但也要骑 我想要给他一些时间 8.5 4季起 全程躲在里面 没看空 看空之后也很轻松 回来8.75 优达星未成功 可能要减几分 下5班才行 不准评分 80日未够水准 马列峰也不准评分 看见他真的像矩了一样 希望之后试得会好些 看完三组第四组 第四组集最高分应该是69分 周游列国 时间59秒46算是偏慢 看看我们试成如何 不准评分 好,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點的馬就見到中檔位置 蠻咒的英雄豪傑拍著好拍檔,外蘭有家應復星 中間就是一隻蟲草之王都快,紅衣的,跑了一段 家應復星,蟲草之王,晴王,英雄豪傑中間還有鑽飛龍 外蘭,黃衣,黃衣,快勝的,裡面紅衣就是白鼻梁那隻好拍檔 跟著,吉吉利高,黃衣,出陣不快,跟著後面跑 在裡面是威馬先生,紫色衫,後一點是敖龍區 橙衫,尾爾,黃衣,周遊列角,紫色衫是陽明冠雀 跑了一段,家應復星,英雄豪傑,晴王 中間,蟲草之王,白鼻梁,好拍檔,裡面還有威馬先生,快勝的,黃衫 大家跟著第七,在裡面還有鑽飛龍,陽明冠雀,外蘭 尾三是奧龍區,尾爾,周遊列角,吉吉利高,就退去好後的位置 接近終點,英雄豪傑,中間裡面好拍檔,愛蘭,晴王 第四,威馬先生,退下來第五,家應復星,跟著跟著 跟著,都可以前列過終點,那隻是松草之王,就拍著那隻快勝的 在裡面橙衫,周遊列角,退下,家應復星,轉飛龍 再後變成陽明冠雀奧龍區,都收慢了過終點 那隻吉吉利高 這組集時間偏慢,吉吉利高一定不給評分 這隻叫做英雄豪傑,Headwater的兒子 在外地叫做O Child O Child 我當時是不給一個人看的,說這匹馬是四班馬 他開到好價,就沒可能考慮 他說最好的馬,和我哥的馬房 來到香港之後,去年在黏地可以跑到一個直路賽 跑到第三名,暫時看不到很多東西 這組集在前面都賺回來了,捕捉不算很快 8.75 程王,其實去年也有說過這隻馬 這隻馬是市集幾號走勢 這隻馬很大隻,12磅 但是這組集,按到緊緊緊地跟你跑 我反而這隻會給9分水準 當然,他可能要跑起,上季初出的那場 不是說發揮得很好之下 現在換了田太安士,我覺得試得不錯 我會給9分水準,好拍檔全程躲在英雄豪傑的後面 9分水準,這隻馬肯定有分 60分,其實不是那麼短馬來的 1400、1600馬來的 遲些跑,泥地也沒問題,谷措也沒問題 之後會跑谷措1650 再跑谷措1650,這隻馬有分 9分水準 家應複星回來散,8.5 威馬先生要騎 威馬先生不用騎 威馬先生應該是在內蘭那隻 威馬先生在內蘭 現在是好拍檔旁邊那隻,外面那隻是晴王 輕鬆,8.5 但情王真的很好走勢 威馬先生,8.5 威馬先生,8.75 日命觀賽,回來後不算有少少走勢 8.5 反而這隻松怒之王跟前回來後 按到實實的,沒有試試給你看 8.75 快勝的騎也沒問題 不給評分 這隻周遊烈角 其實是百發百中的,同期來香港 當時我說這隻叫做Borrow Boy 跑在Valenton Stake上輸給White Noise 之後證明了不厲害 所以我都調整了評級 我覺得是四班馬,三班比較穩 69分應該牽強一點 可能要跑起狀態 應該是好好馬雜 團體的老友 團體馬來的 Steven Marsh的馬來的 我的評語就是 以前打算三班贏得 但再看那個FORM LINE 再看見White Noise 自由的進度 我覺得這筆馬可能四班好一點 三班可能要減一下 六十五分留下才想 狀態還沒足夠 轉飛龍也是狀態還沒足夠 好像沒有試給你看 8.5 奧龍區也沒有試給你看 吉吉利哥不是評分 上季的新馬賽水準 小心點 但這組集很明顯 晴王好拍檔 兩隻馬是試得最好的 任命冠章 和松早尺王拖腳 看完四組,看看第五組 第五組的時間 59秒49 又是騙蠻 最高分是53分 53分的熊龍 57分 加州衛星才是 好了,繼續試集 來到第五組 都是一千米直路集 隨自己步 好了,開集的時候 退了一點 被動一點 就是那隻福幼 紫色衣服 風煙再起 都被動一點 前面快的馬 有這隻 維港智能 純金酒杯 加州威勝 第四位 福幼走上去 但是那隻 有得贏 走上去第四 後面的馬 有這隻英勇猴王 灰馬熊龍 黑衣黑武 好馬力 中寬兆 綠色奏 大約起三度 後面兩匹馬 一浦中環 還有一隻 風煙再起 好了 跑了一段的路程 前面佔先 是那隻 加州衛城 在裡面 就是那隻 維港智能 第三位的馬 福幼上來 外蘭第四 純金酒杯 中寬兆中間 還有這隻 有得贏 一路騎 一浦中環 裡面紅龍 好馬力 風煙再起 組紅色舞 吞在後面 還有一隻英勇猴王 接近終點 維港智能 就贏出大閘 追上來 中寬兆 加州威勝 拍著一起過終點 裡面 還有這隻 紅龍 追上去 還有這隻 福幼 紫色衫都上去 一鋪中環 都向前面 厚一點的馬 外蘭那邊 組紅衫 就是那隻風煙再起 黑衣黑帽 好馬力 退下來 有得贏 還有這隻 很大隻 退下來 純金酒杯 跑了一段 已經退了 是那隻英勇猴王 這組集 有一件事要特別留意 因為時間慢 在前面回來的馬 輕鬆 14秒正 21秒3 最後24秒1 是很慢的 但是有些馬要騎 維港智能 這隻是PPG 去年 其實去年已經試得很好 好像是老友買 好像是金河買 有沒有記錯 但是 去年是贏集 快時間 這貨都試得很好 9分水準 中寬笑 46分 這隻馬上季已經做好了 這貨集很輕鬆 我都會給9分水準 季初跑的1400米 已經要拖 因為上季 季尾已經生了 加州威盛 如果不是潘頓試 我應該會給8.5 馬會評語是緊張扣實 輕輕鬆鬆 我又不覺得是很緊的 但知道潘頓 通常試襲 都很輕鬆 不會有什麼考驗 所以我覺得這貨集 勉強給8.75 但我覺得上季有一點見底 小小小的一隻馬 是一隻四班 五十五分 才有馬 所以小心點 福右 我記得之前看到哪份報紙 說他神貨好很多 又說是進步 馬阿士 早段不多 然後要鬆著 讓他離開 最後要騎 但騎順了是OK的 可能因為慢時間 但我還是給8.5 不喜歡馬騎 像紅龍一樣 上季 季尾的時候 明明狀態很好 跑一跑 跑草地 博有賠率 倒屁股 但魚勢不錯 這隻馬的狀態仍然在 8.75 一步中環8.75 按住上來 長了 上季跑了十幾二十場 金管是一隻四班頂 甚至三班馬 是很有評分優勢的馬 如果他用小朋友 找到內蕩跟前一點 不要留後跑 這隻馬會很有作用 8.75 但給不到九分水準 封煙再起 T.U.V.L.O. 魚勢不錯 因為慢時間 追過了一些 慢 差的馬 所以我覺得不太突出 勉強給8.75 有基本水準 純金酒杯 上季季美樂五班 已經追得很好 這貨集 全程輕鬆按住 8.75 好馬力回到來 不算很好 騎下去沒有 沒什麼看 有得贏 PINCE的兒子 看到他在中段搶了上來 但之後回來又沒有 所以又不給了評分 英勇猴王 這是STARCRAFT的兒子 不知道是韋達買 還是大摩 第一課集 抹掉他 等他遲些 應該會跑長一點 看完五組 看看最後一組 到第六組 時間59秒41 都是偏慢的 最高分是57分 最高分好像有幾隻57分馬 好了 繼續試集來到第六組 一千米的直路草地集 準備 好了 開集的時候 集商都出得挺齊的 被動一點 一當平行時空 縮在較後位置 冠軍名區黃帽 亦都在後面 好了 跑了一段 專才炮子膽 有苗頭 非凡膽色 大家開心 灰馬喜悅一生 中間淺藍衣 美之苗 裡面黃衣 喜喜利高 後面的五匹馬 有這隻 吉利大星 多多光彩 尾衫 紅色眼袖 冠軍名區 尾衣紫色眼袖 飆棄飛 暫時包尾平行時空 跑了一段 專才 比炮子膽快 炮子膽 炮子膽不停靠近 後面還有一隻 有苗頭 非凡膽色 外蘭第五 大家開心 中檔紅衫 吉利大星 裡面美之苗 紅眼袖第七 冠軍名區 拍著多多光彩 後面起月 一身 打變粉紅帽 現在進展尾四 飆棄飛 喜喜利高 平行時空 有外蘭 慢慢上一些 接近終點 專才就贏出這個大閘 炮子膽第二 裡面有苗頭 黑衣 非凡膽色 淺藍衫 還有美之苗 紅衫 紅帽的吉利大星 後面多多光彩 外蘭冠軍名區 紅眼袖 後一點的馬 大家開心 黑衣 按住 平行時空 上了少少 退後面的馬 分別有灰馬喜悅一生 和黃衫 喜喜利高 這組集 簡單說 特別恭喜 薛紹恆 應該是Isaac 應該是薛淳強的兒子 第二名 就是炮子膽 方晉升 應該是未來的建制學員 兩位騎士都是 薛紹恆 馬走直線 炮子膽好像有少少片 有苗頭 再說 專才 頂到尾 好似騎士幫到一隻馬 還有幾乎走 上季季初 跑直路賽 立刻跑到第四名 當時我講過一件事 這隻馬 跑直路賽特階 贏就贏 直路賽 所以可能是直路賽特階 當時我問 不要理會幾倍 才會拖 結果跑到第四名回來 之後跑到千米 也跑到第四名 所以這隻馬 如果跑到千米直路賽 五班當然不多 如果有五班直路賽 特別留意它 這貨集比8.75 炮子膽 也不是怎樣捱 但相規都少出賽 出賽時也貫注不到 好像明顯想減分 等今年才用 這貨集 我覺得力水很一般 你看看 這部不夠力 純粹跑到快照 8.5 有苗頭又要打邊 拍了兩下才跟到 我覺得沒有之前那麼好 除非你說專才很厲害 但又不是很厲害 這貨集很容易計算 因為你可以用美之妙和吉利大聖去計算 因為這兩隻馬 一隻五班頂 一隻四班馬 有苗頭8點 算了 魚勢不錯 8.75 非凡膽色全程都要比住 我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當然 雖然是早段有遮蓋 但一匹應該不是那麼前的馬 是非凡膽色 留著少少跑 但始終是一隻未有過表現的馬 在希斯裏出來 我本身一直都不喜歡這隻馬 當時來香港之前 其中一個團體 好像是管理員 給我看一條影片 我都說 希望他可以啦 希斯選的馬 但我一直都怕 是純短圖 不是很厲害的馬 結果這貨集都證明了 真的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所以我給8.5 吉利大聖 8.75 給不到九分水準 五班直路 一千米或一千二米 一千米都可以 一千米特街 跑直路 一千米 轉彎都可以勉強 如果撿到內蘭 又遮擋的話 8.75 美之妙上季會贏馬 在四班 贏完馬之後再上名 跑谷草就不可以 那是一筆千四打上馬 這貨集又是試得不頑 8.75 這貨集沒有一隻馬 給得九分 冠軍名區 轉馬房之前 近一點 但是我經常都說 丁冠銅馬房很少PPG成功 一年可能只有兩隻成功 其他馬都搞不定 不知道為什麼 是賣手問題 還是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收過任何風 但是看回他曾經四班 49分上名 現在37分 在五班應該是好處 看上去應該是1400 8.75 勉強比 多多光彩 來到香港之後 跑了五次 沒有表現 現在只剩下40分 第一,減了6分給他 另外,見到他如是騎下去 肯走 但是我給8.5 因為要騎 大家開心 沒有東西看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好 上季他贏馬 或者前季 跑得好 我經常都能夠給到 到季尾的時候 馬上下了 平分沒有優勢 結果真的沒有看錯 季初的時候 他真的賺了 這樣贏 所以我覺得 可能現在進了回器期 我給8.5 表記飛 看到他騎下去 一般的 感覺上 又好像下了 34分 讓他跑一些長途 泥地 我經常覺得泥地 1600、1800比跑草地好 但怎樣也好 應該是要 跑起狀態 或者這份集合真的嫌短 但我只能夠給8.5 平行時空沒有試過 給你看 出集之後拖在後面 在最後的時候 追了很多 但是 好像 我只是給8.5 算了 不多廢話了 喜悅一生上季 新馬賽第四名 要減分 現在52分 是不著數的 跑了三場 兩個第四名 現在在52分 都不覺得他有優勢 所以 遲些先 希希利高 一隻未出過賽馬 Better ThanReady的兒子 這隻仍然留在賀良馬房 沒有去到Pierre 遲些先 看完六組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拜拜 請走 余能寺 我會幫你 渡 為你 找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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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